以前國內企業對台灣的投資不足 第一個就是大家耳熟能講的語缺 交接一氣 後續我會持續來解決這些問題 10月19號行政院產創條例拍板 希望藉由強制拍賣 加速閒置工業用地釋出 在經濟部長期規劃中 三年內還要增加2,200公頃的工業用地 台灣真的需要這麼多工業區嗎 大家習慣心說 工業區都以為公業區是唯一的 但是法律上的工業區 其實在目前唯一遐管的部分 就是早期70年之前的獎頭 然後從70年70年開始 一直到99年裡面的促進產業生育條例 一直到99年之後的產業生育條例 這才是我們管的 工業局表示 目前管轄的工業地閒置面積 僅747公頃 但蘋果前往各工業區實際調查發現 包含科學園區在內 閒置地高達1000多公頃 遠高於工業局統計 用勸導的方式 然後用另外一個 就多增5倍的方式 一般公設5倍的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我太開心的區域 我們訪查閒置率最高的 帳兵工業區 查詢實價登陸 發現今年4月就有超過10筆以上的工業地買賣 單筆交易金額高達5億元 漲幅高達66% 卻有100多公頃的空地 至今仍無廠房進駐 工業區早已成為財團眼中的投機商品 政府還是把土地實用的規劃跟管制 當成是促進經濟成長 拉攏地方裝膠 為了實踐它政治利益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跟手段 因為透過土地實用的規劃跟管制 成本最低 美國國內地區 是促進去的 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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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